那我的预测 上面说预测呢 大家可以看啊 不妨可以分享一下 我的预测就在9月8号到10月7号 它也是有一个凶罩的迹象 什么凶罩呢 在日本国土 日本国土东方跟北方 它这一波会不会导致很厉害的灾难呢 我们来看看 我认为这个东方跟北方 它这个业必须要做自然灾害的防备措施 然后呢 第二个分析是 日本要在明年开始转运 国家才会转运 在1月7号2012年以后 才有机会恢复延期 也有不好的事 也有好事 好事呢 就是要等到明年 过后他们日本国才会好起来 但是呢 我是希望不管什么国家 假如是有做好预防 当然是比较好 没有预防 就是来了太突然的话 一时也没有办法去 化解一下灾难 我是哪儿 favorites 我还是要等到 我平日不一定会 然后我们下午 那我们下午 他们下午 那我 我本不得 我们下午 不得 我也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